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 你好 我是张女小红 今天主题是我 没错 今天主题很简单 就是我这个人 因为呢 大家应该知道呢 改编自我本人故事的影集 何百瑞的地狱独白 她已经在2月10号要在HBO GO上线了 工程师你可以给点换物声吗 耶 赞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呢 这部戏有什么幕后秘星 虽然其实也没有很神秘 但是呢 我个人也很想知道说 当初为什么会决定要拍这部 把这么琐碎的事情变成一部电视剧 而且有什么推荐的理由 希望大家去看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 何百瑞的地狱独白的制作人刘婉玲 大家好 我是刘婉玲 还有呢 导演谢佩如 哈喽 我是谢佩如 还有呢 余有荣烟的工程师 哈喽 我都跟这个剧完全无关的工程师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这部戏哦 那首先呢 我很想先请问制作人 你当初为什么想改编这个故事 因为我觉得我的故事非常的零散 它甚至不是一个故事哦 我其实是那个从2007年小红出道的时候 就是你的粉丝 因为当年就是我人还在文革华 然后我也刚被分手 以一个类似的方法分手 然后所以就是因为人在异乡 就是很孤单 很脆弱 然后朋友刚刚就是传了 斩女小红的文章给我看 然后我就觉得蛮好笑的 就是怎么会有人就是 发生这么奇怪的事情 然后就从文章中得到慰藉 所以我就一直变成斩女小红粉丝 就是在就是人生的 就是过去十几年中 就是一直有在追踪小红的文章 可是你不觉得 因为我的故事严格起来 它不是一个故事 它是非常非常多相当不相干的短片 你怎么会想 因为要把它变成故事很难 所以就像你说的 我们其实改编了非常多东西 我们重新创造了一个任务 只是用了很多没有用的小事情在里面 对 其实真的 那时候我觉得超莫名其妙 但我告诉你一个更好的答案 之前我的故事有改编成舞台剧 叫做《希望APP》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你知道那个时候《Baboo》 就是那个舞台剧《Baboo》是谁啊 导演 导演 他是导演 他的标准答案 反正是卖冰淇淋的吗 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 他是说 他刚当初看了我的故事 他决定他要开一个舞台剧嘛 然后呢 他就想说他要改编我 或是张爱玲 还是其他的某一个人 我忘了第三个人是谁 他最后选了我 你们不觉得这个答案超拉风的吗 没想到你跟张爱玲 是同等级的作家 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有私底下 我头像 拜托哦 我是打败张爱玲的 会不会被杀 我有私底下这样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的拉风 就你的答案是你本人失恋 对 然后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监制 叫陈玉家 他在我们2017年早上 小红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刚失恋两个月 完全看不出来那时候 我最记得那个时候 那个 婉玲约我去星巴克聊 然后我们也没有聊得 我觉得没有很深入 因为我那时候刚升第二胎 我脑子其实不是很好 然后就觉得说 我和我经纪人就讨论 我和王小姐就讨论说 我们他们看起来相貌不错 是不是看起来不像会骗人的人 就说好吧 因为对我们来说 授权好像没有什么损失 也不会说最后抓着我说 你要告诉我什么 你要告诉我什么 好像也没有这件事情 我们对小红的第一印象是 天哪 就是他就是一个东去正妹 对我也想问两位看到我的时候 有觉得我符合你们的想象吗 导演有当初看到 我觉得对 会跟想象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原来一个鼻子差这么多 就是那个鼻子影响一个人的面相很大 所以你觉得我看起来跟 就是跟就是带了鼻子跟没有带血差 对我来说我觉得差蛮多的吧 你解开了一个千古的谜题 就超人 为什么没有人发现超人 我不觉得有 有不像 可是我发现大家会主观认定 我是一个很丑八怪了 就是 不会到丑八怪 但是 一定相貌有缺失才要这样出门 可是因为眼镜也会把你的眼睛挡掉 你眼睛长得很漂亮 然后反正你整 然后就是因为你的整个穿着打扮 就是一个很漂亮 你现在是有点害羞 真的吗 我现在有点害羞 这是写在交奔里面的吗 而且我不觉得 你先一打断要他夸你是不是 没有 没有写答案 我就写题目 当然是他们自己想 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 我跟想象不太一样 还有很多人对于我 讲话自振腔员也会觉得奇怪 哦对 真的耶 你现在讲起来 是不是 我的书里常常有台湾国语墙 哦对 是 对 但平常不是这样讲话 好像不是耶 我觉得我写字的时候 我写文字的时候 因为我本身文字功力并不好 然后我又不想要重复性的字眼那么多 所以我就写成台语 你真的是很谦虚 你的文字功力蛮好的 没有 可是其实这是我真实的理由 写成台语的原因也就是这样 可是这部分是不是在要改编成句是有点难 你们不觉得有很多部分 所谓网友心中的精髓 要改编成剧其实非常的难 对啊像国剧甩头 谁会真的国剧甩头 就如果真的在一个现实的喜剧里面演起来 就会比较夸张一点 Show on app 里面有国剧甩头 我自己其实也有做过这件事 真的假的 真的吗 我有时候好像拍业配影片 他们叫我国剧甩头 他们叫我把那些东西都演出来 我大概有演了他半 很晕吗 不会可是演国剧的人真的有甩头 所以他们可以我也可以 你又不是演国剧的人 就把一个大马尾甩 其实是可以的 我还真的有做过这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的 但因为我们不是那种 就是我们比较是生活向的喜剧 就是生活中发生的小事 如果就是突然有一个人在国剧甩头 我们好像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在剧里面 就突然开始甩头了 他就会变成一个幻想的场面 可是其实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设计跟安排 然后觉得实在是太奇怪 因为如果就是在正常世界中 有人突然开始国剧甩头 大家都会吓得退避三折 那个节奏会有点乱掉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放心的部分 因为之前我听说我的 就改编成影集的时候 我心里超担心的 因为我很讨厌那种 有罐头笑声的 好像要强迫人家笑 然后故意做一些浮夸的动作 要强迫人家笑的那种喜剧 那时候我就很担心会变成这样 因为我就太多动作了 好像很容易会沦为那种 我自己觉得不好看的喜剧 但后来看起来其实是没有 比较生活面向 对 因为我们 算是生活啦 对啊 我们的定位就是 这个是一个配饭吃的剧 就是你不需要很认真的看 就是然后就是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跟你生活中很相似的事情 看了以后会觉得会心里笑 或哈哈大笑 可是就不需要很认真 就是没有什么很认真的剧情要追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轻轻松松的 把这个东西看完而已 然后里面也没有什么大道理 因为我们刚刚有 其实是刚才结束了一个访问 然后前一个访问的时候呢 制作人也一直说 强调说这是配饭吃的 我想问你内心深处 有多担心大家认真的看 你是不是很担心大家认真看 说这什么东西 并没有 我跟你说 然后就到HBO说可不可以退钱 我跟导演呢 就是基本上 就是加起来就是这个 这部剧 因为后期就是各种 时候都要看 就剪接的时候要看很多次 然后就是调色的时候 也要看很多次 配音 就是做声音的时候 也要看很多次 然后最后成片还要看很多次 这一次为了要上映 又要看很多次 好好骗啊 每次看都觉得很好笑 而且我们之前会 我们公司有一些公读生 然后就是 实习生 然后就是 有新的同事进来的时候 都会想说要 让他们知道公司 正在做什么样子的案子 然后就会放给他们看 那放给他们看的时候 因为在办公室里面 我们就会忍不住 就自己一直看下去 然后就觉得还是好好笑哦 就是真的很好看哦 诶 实习生认识我这个人吗 嗯 有的人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并不认识我 我那 我想到都会吓一跳 我很惊讶发现说 就是原来你有很多粉丝 或后来认识的朋友 其实不知道 你一开始出道的原因 对 因为目前现在很多粉丝 是我当妈妈以后 才认识我的 所以真的我的过去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了 其实我以前是 地狱来的前女友 我是专门骂前男友 我是骂前男友走红的人 对不对 工程师 对啊 你要配一个那个 那个 骷髅骑士 那个头着火的 哦对对 对我以前有配一个 头着火 那个 我没有小恶魔角啊 那是尼可拉斯凯吉吗 对对对 以前有一部电影 有一个骷髅骑士 骑摩托骑车骑车 然后头会着火这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是那个形象吗 就地狱来的前女友啊 就是一个疯子 所以像我想请问导演 这是你第一次 导像这样子 比较喜剧的作品吗 我以前是一些 戏剧作品里面 会有一些喜剧元素 但认认真真的喜剧 这应该算是 第一个尝试吧 对对对 因为一集才二十几分钟 一直 我一直强调配饭看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短 就是你配一个饭吃 你也该吃完了 就这样子 对 你会不会觉得 在这么短的长度里 要掌握喜剧的节奏 是很难 还好 我觉得喜剧 反而真的 这个长度是好的 因为太长 可能就会腻了 对 对 就大家 好像才刚开笑 你就收了 对没错 我在看的时候 我也觉得 没了 就这样 没了 然后节奏 第一集节奏非常快 我这个可以透露吗 我第一集就被甩了 我觉得这个节奏非常棒 所以 整剧是两集吗 第一集就被甩了 导演有最喜欢哪一集吗 很多耶 我很多集都蛮喜欢的 那 我现在想起来是第五集啦 最靠近的话 好明确哦 我很喜欢 对 因为我有认真想了一下 但其实后面很多 就是小片段 我都蛮喜欢 就每一集都有一些小东西 我很喜欢 为什么你最喜欢第五集 就它有一些 它有暖的啊 然后我觉得 我阿肯在第五集很帅 有阿肯的地方都好好笑哦 只要阿肯出来 就会好笑耶 我觉得 阿肯这个角色选得好棒哦 而且他其实没有在搞笑 对 他就是正正经经的在演戏 然后他超级符合 我现实生活中认识的 那个老男人 这是中年之男 就是他也没有刻意要搞笑 他不是一个油腔滑掉的人 他长得非常正经 可是就是很好笑 而且他还是 他也有一个正经的工作 对 是一个事业成功的男人 我觉得 但是他内心非常空虚 这简单来说 虽然是一个 好像被劈腿故事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戏 比较讲的是友谊 我感觉是友谊 我们比较想要讲台北女生的生活 就是觉得说台湾好像没有 据事在讲一个 就是正经 你把桂伦美放在哪里 我最想讲的 但是她的生活非常的多彩多姿 没有 可是桂伦美每一集换一个男人 对啊 就是非常的多彩多姿 就是一般人不会 三个月换一个男朋友 台北女子没有这样子 的确我觉得桂伦美他们太超过了 每一集换一个男的耶 对啊 那就是 何百瑞在第一季 只有被甩而已 后来都一直在约会 交不到男朋友 对 我们的台北女生 是会穿财神烟四脚裤 在家的那种台北女生 就是一个正常的台北女生 而且 我一直有很多网友问说 为什么要取名叫何百瑞 其实我朋友也问过我 然后我朋友的理由是 他们都 我发现他们都想很多耶 因为我觉得取名字就是取名字 然后我朋友说 会不会是不是因为何百瑞 这三个字跟你本名的英杰有点像 其实是像的哦 哦对 其实应该有 我觉得编剧在写的时候 应该有在想这件事情 没有 可是最近网友说 他觉得百瑞是巴瑞的意思耶 这个 这个很棒 我觉得 就是 其实你们没有想到 对不对 没有 因为我可以介绍一下何家人 就是你还是有兄弟姐妹嘛 然后 百瑞 就是因为就是重点是要 我以为他刚刚要介绍美云 长颈鹿美云 想说是那个对不对 怎么这么跳 哦对耶 可是 我们真的就是 何百瑞的爸爸就叫做何家伦 哦 好烦哦 他的本名哦 我不知道他的本名耶 戏里没有讲 戏里不会讲别人爸爸的名字啊 到了后面的级数就会出现 就是后面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不止一记嘛 就是后面就会有何家伦的本名会出现 好烦哦 好懒哦 这个名字好懒哦 这样很棒 后来我有问过那个制作人 制作人说他们的名字是百千万 对 就是 大姐叫十美 然后二姐叫千文 三姐叫百瑞 然后还有一个小弟叫万神 然后我就有问过他说 诶 可是这样子是 十千 然后百才万 对耶 然后他就说 啊没关系 爸妈乱取名字 所以其实是没有认真 这种事情就 这种无聊的地方是 需要有点认真 又不用太认真的 对 诶 我觉得取名字好难哦 超难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季的编剧很厉害 对啊 我觉得他名字取得蛮好的 我真的觉得编剧厉害的地方是 我的故事真的很散耶 你真的很散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他改变的程度是 如果他是我的老网友 他会觉得莫名其妙 你怎么会改变得这么乱七八糟 可是这些网友们 你仔细一想 我的故事就是这么乱七八糟 根本就没有一个主轴啊 可其实是散文 一篇一篇很散的文章 要把它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剧 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就是重新创造了一个角色 然后给他一个 他属于这个角色的角色旅程 就是第一季 他就是一开始就被男朋友分手了啊 然后后来他又失业啊 那他就是在失业之后突然就是因为IG爆红 变成网红 对 可是他还是想要认真的去找一份工作 因为他觉得就是网红的收入是不现实的 就如同詹妮小红你的想法一样 对 没错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网红有今天没有名片 对啊 所以就是他一开始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确的character arc 就是他一开始 失恋然后失业 然后到谷底的时候 他就突然翻红 然后他翻红之后 他就开始 他就找到下一份工作 然后会遇见某一个人 某一个人就我旁边这个人 这样我们现在要请问某一个人 你知道我的东西会被感染剧的心情如何 因为他都没有看脚本的习惯 我确实蛮 而且他没有看过前三集对不对 他没有看过啊 而且你不问他话 说他都一直插嘴 现在问他话不讲话 这就是婚姻 就蛮那个啊 不错啊 你知道 可是我记得 我跟你说有人演你的时候 你瞪大了眼睛 你非常的惊讶 对 因为我觉得 我跟这个故事比较没有关系 所以你觉得 你不应该在我的故事里吗 就可能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幕这样子 你把它想成是以 然后我去跑一下龙套这样子 因为你把它想成是整个我的恋爱故事 然后到最后被劈腿了 对对对 不是不是 最后就是找到男朋友这样子 或嫁人了这样子 找到男朋友是第二季的事情啊 真的吗 第一季没有找到吗 我怎么觉得第一季算找到 第一季只是出现而已啊 有点算找到了吧 强烈暗示 而且其实工程师的故事才被我们改得乱七八糟 你的还好好不好 工程师 对 可是他那个故事的主 工程师的主体 故事里的角色 等一下 这样我就不是工程师了 没有 他其实还是工程背景的人 对 你原本就是个工程师 只是你后来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而且那个工程师的角色选的 我后来觉得跟他的感觉有点像 对啊 而且我们就是又找了一个就是 没有想过他竟然可以演喜剧的人 你不是有问我就是为什么会找就是这三个人 对啊 应该是四个 可是Ken哥比较容易理解啦 因为他本来就 大家就是看他就是比较喜剧成分 导演讲可以讲一下那个 你选角的 你说选角 我要先跟大家简介一下 因为我本人是咬 郭叔咬咬咬 会不会有人不知道 大家我们都假定大家都知道了 就直接开始聊了 郭叔咬咬咬 你是怎么决定的 呃 就是跟婉林讨论 然后因为我们想要讲的是一个平凡台北女生嘛 然后是希望他可以跟就是 大家可以有认同感的 然后咬咬因为眼睛没话说 然后他本人又可爱可爱的 然后他人权很大 他其实 对 而且他也蛮美国形象 嗯 他做很多很丑的事情 嗯 就是譬如说穿四角内裤这件事情 他非常的 他不停的穿着四角内裤 对 而且他很坚持要戴着他的眼镜 而且那是真的眼镜 那不是假眼镜 对 很多演员都会戴个假眼镜 他规定我们不可以把镜片拿掉 因为他说那样子看起来很假 哦 其实是啊 而且我跟你讲 我已经忘记了我曾经那么喜欢穿四角内裤 我看了前三集以后就想说 他为什么一直穿四角内裤 然后因为我最近在那个 而且是财神爷的四角内裤哦 我忘记我穿是不是财神爷的 但我后来再看到我第一本书才相信 对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在家里都穿四角内裤 而且我还穿出门 真的假的 我记得我好几次穿到全联然后还遇到软人这样子 你不是说内衣你也有真的带出门吗 对我真的 如果大家有看到预告的话 有一幕是说他去上班以后 身上挂了一件内衣这样子 然后我看到那一幕我突然间舞雷轰定 我想说天哪这是我的真实经验 这个戏里就是其实他的故事大纲 已经乱七八糟 但是小事情都是我的真实经验 对那些看起来很夸张 都是真的 对我就想说天哪这是我的真实经验 然后就还有网友留言说 我以为是假的 没想到是真的 我觉得大家就是资深粉丝 资深小红粉丝 可以在就是剧里面一直在找 就是哪些东西其实是出现在 就是小红的文章里面过的 我觉得最可怕就是呢 因为我被劈腿 然后当地狱来的前女友 已经是十七年前的事情 那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风气来说 被劈腿好像不是这么大不了的事情了 所以你们现在在看这个剧 不会觉得这个女的有必要这样吗 因为现代人劈腿真的是常态 被劈是常态 不会吧 我觉得被劈就是 每个人被劈当下 应该都还是很怨恨的吧 不会因为大家都被劈 那没关系 我觉得是旁边的人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就是被劈腿的人 还是很伤心啊 我们就是想要讲 这个女生 就是特定的一个正常的女生 她被劈腿的时候 她其实就是会很伤心 然后她就是会想要抱怨 她只是没有想到 她一抱怨竟然红起来而已 但是其实她大部分的时候 就是在抱怨生活中 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譬如说像你的 就是大家可能早一点 认识了你的人 知道你是骂前男友起家的 可是你大部分文章 都不是在讲前男友的事情 对 你一直在自嘲 我是在讲身边发生的事情 然后最后还是会骂到 一两句前男友 对对 偶尔酸一下这样子 好像是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这个戏 我看完以后 我觉得这个戏跟我 我本人在写文章的心情是像的 就是虽然我想酸一两句前男友 可是我也没有恨他 然后我也没有希望别人觉得 他是个垃圾 我希望大家这件事情 你想说什么啊 没有你刚才垃圾两个字 有点语气有点加重 垃圾 我没有希望大家觉得 他是个垃圾 知道吗 我没有这样想 我没有希望为这个事情带来 为这个世界带来更衣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大家难免都会发生的 然后你难过 好像也没有必要难过很久 因为日子还是要过 就算你被分手了 你也是要照样上班 你也是照样 跟你的朋友 在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你可能心里有一个刺 但是也就这样过去了 然后也不要 就是 就大家就开开心心就好啊 这个戏带来的 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吧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 开开心心的 把这个故事看完 因为当初那个 在女小树 可以感动很多人 也是因为他可以陪伴很多 也不是说感动 好像有点奇怪 对好像没有 其实没 我刚才想说其实没有吧 就是陪伴就好像 有一个人在旁边跟你 因为像好闺蜜 一直跟你讲一些垃圾话 然后你听一听 就心情就 就好一点了 我就好像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会说 就是其实宣传主軸 有一件事情 就在讲说 垃圾话跟麻辣锅 只留给真正的好朋友 我知道你说 就是只要有人跟你讲 垃圾话跟麻辣锅 吃麻辣锅 你都可以 垃圾话是大家的 对 可是我们就是希望做一个 就是 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树牙 就是现在社会实在是 太辛苦了 对 然后我们就不想要再探讨 什么太严肃的议题 就是在这个剧上面 我们就是希望可以 轻轻松松的 我们就是一群 轻轻松松没有脑袋的人 然后一起把这个 但是做这个剧的过程 其实非常的痛苦 因为我跟佩如都是第一次 那个时候 其实最一开始写的时候 我们都还没有做剧的经验 嗯 对 虽然佩如后来有比 《悲伤》跟《悲伤》的故事 差超多 差超多 对 但是 但是 因为《悲伤》你没有参与编剧嘛 比较后面 比较后期 我一定要说 晚霖之前 他们制作的是《孤尾》 也是差蛮多 我们就是想要讲 女人有不同的样貌 可以就是很震惊 也可以 你很会讲 小小的 很会人耶 因为我们公司做的东西都是 目前来说都是以女性为主的题材 就是女生有各种不同的样貌 我们现在在每一部作品中 呈现女人不同的样貌 可能也是因为本身会比较有共鸣吧 对不对 因为也是我们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 对啊 我们全公司都是女生 走进来 就是有很多人 进来我们办公室的时候就说 欸你们办公室香香的 哦 都是 因为都是女生 难怪对 你们办公室厕所也很干净 对 欸没有男生就不会有这种事 我要抗议 哈哈哈哈 有男生就会臭啊 哈哈哈哈 工程师挑美了 那你们想要 那你们觉得何柏睿呈现的是 什么样的女生的样貌 就是每一个女生 都 就是很平凡的女生 就是正常的女生 就是长这样 可能有点闷骚啊 就可能你看她外表 看不太出来 她在想什么 其实心里很多 很多OS 然后其实有一些 小幽默跟自嘲的东西 嗯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一般人都是这样 你走在路上看到这些所有人 就是每个人看起来 看起来很普通的人 对 然后看起来一般震惊的 可是事实上 你都不知道她脑袋里面 在想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哦 其实是 就是一些很多小 很多就是 可以讲小蒲公英的事吗 我记得 我们第一季要开拍之前 有人跟小红通风报信 因为我还没有跟她说 我们要开拍了 嗯 然后就有人跟小红通风报信说 欸已经要开拍了 拿到剧本了 嗯 然后小红就跟我 要剧本去看 嗯 结果她也没有认真看 就随便翻译 谁看懂剧本啊 欸如果 现在觉得我不认真的 你们要一本剧本去看 我最好你们看得懂 然后 但是她说她看到 就是我们有把 小蒲公英的片段写进去 她就放心了 你是不是忘记这件事了 我真的完全忘记了 小蒲公英是什么 就是那个 帮上司 除毛的 除毛 对 为什么那是小蒲公英啊 我们把她取了这个名字 为什么 诶等一下 这是我们取的吗 还是她本来就这个名字 她不是本来叫小蒲公英哦 我也忘记了 我也忘了 我已经忘记了耶 但是本来就是有 17年线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会记得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有 就是 就是有这种 就是莫名其妙会发生的事情 这真的很莫名耶 竟然发生了 对啊 世界上怎么会有人 叫别人 去帮她剪一毛 那我真的遇到 而且你真的帮她剪了 而且我真的帮她剪了 不然你要怎么拒绝她啦 你要怎么拒绝她 那场戏我们也都不知道佩儒到底要怎么拍 拍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快笑疯了 我有看到那场戏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不对 因为其实我 她当时的姿势是这样的 但好像那个戏里没有 大家看到我 她用一个手接住她的毛 她用手去接 天哪你说她的手在接她的毛 这样比较有礼貌吧 哈哈哈哈 这件事没有一个有礼貌的地方 可是这样毛就不会掉在地上啊 天哪 她是用她的腋下靠近我的脸 然后底下有手在接着她的毛 我的天哪 好可怕哦 所以你们我跟你讲 你们第二季还是什么 你们之后开拍要找动作指导吧 这些动作都非常的重要 我要当武术指导 这些动作是非常重要的 太惊人了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的毛是会 她接下来的毛 她就自己啊 她自己就堆到垃圾桶 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就只能去看剧了啦 所以是2月10号在HBO上 是 最后我想要问两位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 因为工程师完全不能沟通 你们真的觉得空虚的野兽 是一个渣男吗 我真的觉得不是耶 我不觉得他渣 因为我们这部 何百瑞的地狱独白 在很多的预告啊 都有写到什么远离渣男啊 然后都把他演成 说得好像是一个渣男的样子 然后事实上 他跟我的真实的故事是 他早上甩了我 下午去睡 晚上去睡 去睡别人家 所以技术上是 是只是接很近 然后其实就算他不甩我 他去做这件事情 我也不会发现 所以你们觉得他算渣吗 他就是一个有道德感的渣男 他不是一个有道德感的人类吗 其实我觉得他很好 可是其实我觉得 我们塑造的形象 比较像是就是 我也觉得就是一个一般的人 他是一个道德感强烈的人 可是他还是想要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 所以他又要不对不起自己 然后又要不对 又要不会对不起你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 很近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样不算渣 真正渣的是 不停的脚踏两条船 还是同时吧 所以是不是说不上渣 导演你觉得他渣吗 我觉得 事后你如果很理性的想起来 可能没有到那么渣 但是我觉得当下发生的时候 生气是完全OK 我觉得就是大家 女生可能会很 很同理心 然后会帮人家想说 其实也没有啦 我就是怎样这样 但当下一定是很生气的 我觉得那个生气 把它发泄出来是 不是我就问 你怎么样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之内 直达本磊吗 对齁 他跑比较快 都忽略了前面 可能有两三个月 偷来按去了吗 一定是嘛 可是他可以继续偷来按去 你的意思是说 他可以在十个小时之内 直达本磊吗 我觉得他 一来我觉得他们可能 没有 那个男的很会上本磊 你不能因为你比较不会上本磊 你就觉得别人也不会上本磊 应该用我自己的标准 很多人上本磊超快的啊 也是也是 我也觉得 对啊 你觉得他扎吗 因为工程师一直不认同 我觉得他不扎这件事情 我没有批评别人 我只是觉得十小时直达本磊 这个是不可思议而已 有人比较会上雷 OK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分手之后 十小时就直达本磊 应该是原本就有一些预期跟 他有一些犯罪意图 对 我觉得他今天已经预期好了 我今天要去他家 我今天要去上雷了 我今天要奔上本磊了 我赶快把那个前女友甩掉 所以你不觉得他其实人还不错 没有 我觉得这精心计算 不会让人生气吗 他是计算过的耶 所以我去十七年合理嘛 可以啦 所以我有点生气是可以的 那首歌 对因为我有写了那首歌的主题 我非常谢谢婉林给我这个机会 因为他那天来问我说 要不要写歌的时候 我很震惊 然后我觉得我一定办不到 因为工程师知道我以前写过歌 然后都不成功嘛 我写了歪歌无数 我写了非常多快智人工的歪歌 但我没有办法独立完成一首歌 因为你在那个疫情 就是2021年的时候 就是其实我们是拍到一半被那个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就是三级警戒 然后就都不能拍了 我们在家里面 然后我就每天看你的文章 因为你那张一天一篇吧 对 我那天一天一篇 然后你写 你就是改了很多歌 然后我就会 看着歌词看一看 就开始唱起那首歌来了 因为都是快智人口的歌词 然后我就觉得 你很有写歌词的天分啊 没有 可是写歌词 而且我不知道 我本来以为 找我写歌是你们 本来就想要试试看的事 我完全不知道 是因为在疫情内 发现我写了超多歪歌 而且我都 我每次写 我很多年前就开始一直写 各种不停的 不一样的歪歌 然后还 而且我的笔名叫 内湖小灵系 因为我以前住在内湖 然后我就想说 我怎么可以写一个新的歌呢 因为我完全没有写 那个新歌的经验 可是我 当我每次人生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 我的前男友 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因为当初我要写专栏 说他的坏话的时候 我有告诉他 然后他说可以啊 如果你可以抒发情绪的话 你就写 我这边也顺便告诉大家 真的不要试图 当一个大度的人 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办法想象 别人可以混出什么名堂来 他可能 我在猜他心里想说 我也混不出什么名堂来吧 所以我就开始写专栏 然后当我写专栏 要出书的时候 我当然不免的 还是要告诉他 因为我们怕被告 出版社有点怕被告 然后呢 我就看到他在 他个人的部落格写说 写专栏不够 还要写书 那你要不要拍成剧 唱成歌 什么之类的 然后后来就真的拍成了 因为之前有一个 小红APP是一个舞台剧 他就前一段时间 他就真的拍成剧了 现在倒是真的剧了 然后我就发现 他的成功的最后一体录 就是唱成歌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不行 为了他 我要努力写歌 两个愿望一次满足 好励志哦 对我真的觉得 我整个人故事就是一个 励志的故事啊 其实我觉得 核白日的 第一读白也算是一个 励志的故事啊 就是人生峰悔路转 总是会有春天 对 我那时候我也是很自我怀疑 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 写歌啊 因为写歌真的超难的 而且他给我七天的时间 我大概最后一天的 写到 熬到凌晨 把它写出来了 然后前六天都没有写 然后后来发现 天哪 我竟然过了 我就觉得 我是前男友的 圆梦天使 我们请小红 逼告 然后就是被选到的那一个 而且就是 其实好像小红 写完歌词之后 你都一直没有听到 合起来的版本 就是 怎么会听到 就是做出来 我以为唱片公司 会给你听啦 哦 我没有 但是就是我们这部 我最近才听到 就是确定要上的时候 好像这首歌 就给小红听 然后他非常惊慌的 在半夜就私讯我 他问我说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然后我想说 我怎么有可能会没听过 我已经做这部戏的后期 做了那么久了 然后就想说 怎么了吗 然后后来发现 原来是你觉得 就是这首歌 真的 竟然变成真的了 你很害怕 对 我觉得好微妙 因为如果被改编啊 或是被人家讲 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可是变成一首歌 对我来说 又是不一样的体验 而且那首歌的歌名 叫做 你是猪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 你是猪 这三个字是原厂设定 我没有觉得 我的前男友是猪 我是小红说的 他是我的贵人 但这歌词的后面 如果大家认真听 后面其实非常励志 而且是一个很 怎么讲 他也是一个 有字型的一首歌 对是轻松 他标题是 你是猪而已 我觉得那首歌 其实还蛮好听的 朗朗上口 又轻松 而且很容易唱 就是欢迎大家 去KTV点播 对欢迎大家 就是唱我的原创歌 我的外歌 已经很快知人口了 希望大家就是来唱一下 我的原创歌曲 然后呢 记得要看 何百瑞的地狱独白 在HBO GO HBO GO 然后在美国跟欧洲的听众朋友们 也可以在MAX 我不知道 对 然后东南亚的朋友们 也可以在HBO GO上面看到 你把我们的节目想要太国际化 台湾有在听就不错 没有很多国际的粉丝啊 台湾有在听就不错了 好不好 所以呢 记得2月10号在HBO GO 大家花钱买一下 HBO GO 好不好 他会多久那波玩啊 如果他只买一个月 一个月 六周 至少要订购两个月哦 还是 而且你还可以看龙竹前传 哇 有附加价值 还有哈利波特 其他可以看的都讲一讲啦 HBO GO 蛮多东西可以看的 还有那个 最 Last of Us 叫做 最后幸存者 对 都很好 很多啊 还有什么 继承者之战 对 都是很战的片啊 有非常多好看的 东城其案啊 或者是 你看我 那个 你知道 狼狼伤口 说不停 你看他是不是没有在参与家庭生活 随便 长了十部剧出来 你真的很有空呢 但我都没看 我最后看那个 冰云火之歌 对 冰云火之歌也看得到哦 对对对 所以大家 总之大家买了HBO GO 绝对不会后悔 然后你看了刚刚那一堆戏以后 你才吃饭的时间 赶快打开 何百瑞的地狱独白看一下 好不好 那最后呢 我们还有个单元 叫做 比有青红灯 我们要一起解决网友的问题 他说呢 如果发现朋友在搞外遇 会因为他三观不正而疏远他吗 如果和他继续来往的话 会想要劝他不要这样 还是装作不知道这回事呢 他是废材主妇 你会 如果你的朋友在搞外遇 你会 女生还是男生 对 这个问题很重要 蛤 哦 你说女生就可以原谅男生就不行 是不是 没有 如果是男生对男生的朋友 可能就会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是主妇 他是女生 所以是女生对女生的朋友 对 因为你不知道 不能是女生对男生朋友吗 不管就是你的朋友在搞外遇 难道男生女生对人来说这么重要吗 那你告诉我谁可以搞外遇 不行啊 但是男生跟女生的处理方法不一样啊 如果你的朋友是男生 你会怎样 我没有办法干涉他 叫他小心点 我没有办法干涉他 他 那如果你的朋友是女生呢 我也没有办法 对啊 态度上会有差别啊 我的意思是态度上会有差别 对啊 但你都不会干涉他们 我没有办法 人家也不会想要理我 那会跟小红讨论吗 哎怎么办 谁谁谁在搞外遇 会啊 会吗 就是夫妻会讨论这件事 会啊 想出一个阴阴之道的 没有 我们也不会干涉别人 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 那婉玲 你觉得你的朋友在搞外遇 你会怎么办 我就会建议他先赶快找到律师 因为如果不要抗的话 就要处理了 这不是一个就是 因为外遇离婚是一个很常见的 而且外遇离婚被抓到要禁声出户 对啊 就是很麻烦 所以要赶快找律师 先聊一聊 就是如果发生不好的事情的话 要怎么样解决 因为我们另外一名监制 就是郁佳 他就有朋友 就是在搞外遇 郁佳的朋友有预料到 你会在这里讲出这些话 郁佳的朋友 可能不会听这个节目 他的朋友很多 而且他的朋友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只是听说了这件事情 因为郁佳 因为这个外遇的事情 实在是太曲折离奇了 所以郁佳知道的当晚 就马上刚快 就是约我在小公园聊天 我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赶快找律师 你现在知道女人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吧 就赶快告诉别人 不是不是 我郁佳的朋友是男生 所以他都没有管他们 可是这个男生很厉害 他没有被禁声出户 哇 导演也认同吗 我觉得好大人 我本来想 那应该要跟他劝他一下吧 结果是 可是因为就是成人了 你就是我们活到这把年纪了 也都知道 就是你想做什么事情 别人根本就挡不了啊 对也是 而且还不是脑袋想想 都已经做出来的事情 劝他好像没有用 那就是劝 还是劝分 就是 但是他的问题是会不会疏远 对会不会疏远 会不会和他继续来往 还是装作不知道 疏远应该不会 我也不会 其实我有可能会疏远 年纪这么大的朋友很难教 除非就是真的知道另外一半 有很大的问题 说明他原配大有问题啊 但如果是很熟的朋友的话 原配大有问题 我们应该就会早就知道 但如果就是原配没什么问题 他又这样 而且还就是 没有禁声出户 很会计算的话 可能就会也比较小心 这个朋友吧 我可能会有意无意的 在他面前讲一些 有些人被禁声出户的事情 就是暗示他说你要小心哦 我以为你要有意无意的说 男人啊 就是要管好自己的老婆 这叫什么有意无意 这叫什么有意无意 难道大家都 难道大家都 小红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小红就是很会 很希望就是大家 只是会劝大家要离婚 不是吗 我不会特别劝大家离婚啦 可是我还是会觉得 朋友怎么样都有他的理由 但他要小心 所以你只劝听众离婚 嗯 我其实是劝他不要结婚 我不太会劝他离婚 因为我知道离婚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 源头就是不要结婚 嗯 我也觉得 真的 没有必要的话 没有必要的话 对真的没有必要的话 不要结婚 但是如果有小孩的话 最好结婚 因为一个人养小孩 真的是太辛苦了 可是两个人养小孩 很看不过演 很多事哦 我们第三季会不会演到这个 第三季会演到这个吗 如果大家继续认真的支持 何百瑞地狱独白的话 何百瑞就会生小孩哦 对 就会有惊喜哦 对 他就会有很多 其他的事情发生哦 所以记得大家一定要看哦 那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 你好我是詹云小红 不管我们固定收听 都喜欢关注和订阅我的podcast 请大家踊跃留言发问 然后记得要给我们五星评论哦 今天就谢谢婉玲 谢谢 谢谢佩儒 谢谢 还有谢谢工程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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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